各位粉丝们,你们真是有眼福呀,我有机会去华为内部看一看了 高科技公司嘛,肯定在西安的高新区呢,你瞅着楼,哎呀,听天柱似的 果真,这手续繁琐呀,一般人还真是进不来呀 进来以后才发现啊,他这叫啥,他这叫西安华为研究所 早就听说过,华为不像阿里巴巴,腾讯,实质盖高楼,盖大厦,一百层的办公楼整 华为呢,就没有一个高楼,但是呢,他这些楼,楼上是三四层 但是楼下呢,至少也有三四层,经过了解啊,果不然 大多数设施都在地底下呢,果然低调,敬佩敬佩啊 走到食堂门口才发现,西安饭庄在这都有店呢 还有星巴克,还有肯德基,这是职工食堂吗 还有味加凉皮,等等,能想到的餐饮这里面都有 规模还真的不小啊,这么大的面积,五脏俱全呀 我去,这边还有,比我想象的真的是大得多了 这哪是一个职工食堂呀,这简直就跟一个商场差不多 不对,这个餐饮规模可能比商场还要大 天呐,刚了解了一下,有两个这样的食堂呢,那肯定是大 这么大的两个食堂,有那么多人吃饭吗 就一个研究所,管他呢,先尝尝这面味道怎么样 嗯,味道还不错,不比外面差 二十分钟后,他们就下班了,再看一看效果如何 感觉这些大多数都是90后啊 男的女的,个个感觉都像是学霸呀 走路都是带风的,个个都是很忙的样子 这简直就是猛兽出龙啊 呃,不对不对,这应该叫猛虎下山 就这样的电梯,我刚才储了一下,大概有四个 感觉就像是同一时间,四面八方的人从各个渠道里面涌入实 这些年轻人,英姿洒爽,朝气蓬勃的样子,让我太震撼了 瞬间,刚才所有的档口,基本上都排起了长队 以前干商场的时候,那是想办法抓顾客 现在呢,是顾客上门踢馆来了 没要多久,这么大的餐厅,就已经坐无缺席了 个个吃饭,跟狼吞虎咽似的 就感觉吃完了,赶紧还有要紧事个办 就这正式,就这场面,西安市最火爆的商场 我看都比不过它呀 刚才了解了一下,他们这个研究所有两万多人呢 太低调了,两万多人叫个锁儿 有些的公司,二百多人,都恨不得叫一个什么吉他公司 这个场景,只是华为的一个小小缩影 你想一想,这美国人能不害怕 这西方能不担忧吗 光看这些年轻人吃饭 你都知道,他们干工作肯定也是拼着弄的 这里面的商户和他们的员工 都是ABCD评级制 我去年在我们服务区实行的薪酬改革 也是跟他们这样效法的呀 这里面的商户,你首先要保证的是你评级评效 要达标,其次才是挣钱 只要你把事干,挣钱那是水到渠藏的事 人家华为这制度,就是让你专心谋干事 不是让你专心谋干人呀 人家这制度,人家这高层 就是给干事成的人服务的 跟这种干事的氛围在一起 我感觉我一天都白活着 好好干事吧,大家 给你们的孩子说,好好学习 要不然以后想为国效力 人家都不要你呀 这次要是和华为能合作成功 我也不打算挣钱 全当是为国效力了 哦,对了 还发现几个小细节 你看看,这些中餐门口全部都是排长队 但是肯德基门口寥寥无敌 所有的员工吃完饭以后 把餐具都放在这个回收间里 赶快匆匆忙忙的上楼干事去 爱我中华,大有可为 加油,华为